上一回说到,五根为躲开神族的追捕 他跟随老爷爷来到了神营部 这里都是叛逆之神的部落 但这里的人都和想象中不一样 他们都非常的和善 因为长途的行程来到这里 阿兰先让五根到营帐休息 他告诉五根,有什么需要再告诉他 然后,叫五根今晚到后边的树林 他有话想说 五根问他,为什么现在不能说 阿兰回答,到时候你就知道 五根静静一个人在休息 他说,看来我还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总不会比广场差吧 终于到了夜晚 五根独自一人来到了森林 我来了,有什么要说 阿兰说 你是即使亲自挑选并带入神营部的人 他对你有很大的期望 他希望你成为出世的战士 不过,你在我眼中 你还差得太远 神族将我们称为堕落者 从来没有停止过杀我们 他们的力量非常膨大 我们一直面对极大压力 因此,我们当中不容行落者 即使是五六岁的孩子 已经懂得骑马涉嫌 五根说,你半夜叫我出来 就是想嘲笑我吗 阿兰说,我不是嘲笑你 我说的是,关乎存亡知识 你要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允许学习如何作战 而我的责任就是训练你 将会有点辛苦的 你可以吗 五根回答 我唯一不怕的,就是辛苦 阿兰丢了一把长矛给五根 他说,那么第一刻就是实战 五根接下武器说 实战吗 没问题,放马过来 这时,云中子靠近五根 然后说 喂,小子 你的对手,不是他 是我 真是我 风流消杀,云中子 云中子抓起五根 把他扔丢一旁去 他的力气非常的大 单单一只手,就可以做起五根了 云中子说 鼓舞不到吧 阿兰换成我云中子 看你的表情,似乎很失望的 听着 老子,是整个神族最水皮的一个 你要打败我,才能算是训练合格啊 云中子站起来,准备和他一战 他说 对手是谁也没关系,来吧 云中子看见 五根那么很有斗志的样子 他立刻冲向前攻击五根 云中子利用葫芦袭击成功 然后再用脚踢五根 此时,被攻击的五根才知道 他是认真的 五根的下巴有点鼓劣了 五根叫云中子暂停一下 云中子说 怎么了 才刚刚开始啊 这么快就压不住了 所谓实战,是没有暂停的 你不是有即使的祖文力量吗 把他使出来吧 云中子拿起葫芦从里面喷射出水珠 他说老子可是不懂得留守的 五根在这被他打倒了 五根心想 他真的要杀死我啊 可恶 这个周文的力量 在这几年来 我只用过两次而已 而且 都不是故意的 是愤怒 是非常解放和愤怒的时候 左手的力量 就会变大 我要愤怒和绝望吗 五根 还来不及愤怒 就已经再次被云中子给踢中了 云中子是认真的 他确实没有手下留情 过了一段时间 五根醒来了 他昏迷一段时间了 醒来后的五根 全身好像要散开了 这算是 有点辛苦 简直是要命的 阿兰告诉他 已经昏迷半日了 身上有多处内伤骨折 但只要吃药的话 就没什么大碍 这些药 即使曾经给过你 你以后会需要的 五根说 我 失败了吧 老爷也 知道了吗 他 很失望吧 阿兰回答 谁也不会失望 你失败 是很正常的 五根继续说 要我和你们施战 不是太勉强了吗 这个什么皱纹 又完全没有用处 阿兰叫他 不要看清你手上的皱纹 所谓皱纹 是身处和能力 都能使用的一种秘术 一般来说 施皱者 都要付出某种代价 你手上的皱纹 叫混沌之火 他有很强大的力量 即使张日 施展在你身上时 消耗了极大量的神员 他一直在暗里保护你 但假如 你要运用他的真正力量 就要学习控制自己的心 五根知道后说 神员 对你们来说 神员不是生命吗 为什么老爷爷 要这样做 阿兰说 即使的寿命 已经大复数短了 他一直都在给我们说一个预言 在那个预言中 他认为 神族将会步向没落 而你是这个预言中的 某一个重要角色 至于详细的情形是怎样 我不知道 突然有人进来说 谁会相信那种预言 总有一日 压迫我们的家伙会没落 这种想法 只不过令心里好过一点而已 对吗 他是来告诉阿兰 是组长找他 阿兰告诉五根 今晚继续练习 你现在休息一下吧 五根他出来透透气 好想快点离开这里 去找老婆仔 不过老爷爷的话有道理 这样做的话 可能连累到他 神主的势力 可不是缩效的 我要完成试炼 到我能力保护到老婆仔之后 才走吧 希望 不要等太久 过了一个月后 开水队这个森林部 了解多了一点 这里大约 我六七十个神 董事长 不过了一个月之后 再多了一会儿 祝福 祝福 你 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刚发明了代步机械 你过来帮我试试看 我的工作除了打铁 还有一些简单的硕述事 包括上山裁局 这种工作最适合新人来做的 就在太阳要下山的时候 五根要回去准备 马上训练的东西 这时他看到湖边有一套衣服 他看到阿兰站在湖中 他正在洗澡 五根觉得这样头看不太好吧 看多一下就走了 他这个模样倒也相当令人喜欢 如果他和老婆仔一样温柔就好了 这时阿兰察觉到有人 他大喊 谁 五根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他准备要解释的时候 突然在旁边的指甸说 不用怕 是我啊 自从那小子来了这里 你总是用教导他做机口 还避开我 今日我们来搞清楚他 好吗 阿兰叫他 有话回去再说 不要在这里 他知道回去后 阿兰就不肯听他说了 指甸 只想让他知道 我一直爱着你 我会留在这见鬼的身影部 完全是因为你 老实说 我已经怨见了这种流亡的生涯 我也受过了 即使的谎话 说什么神族将会没落 世界将会改变 最近 还带了一个人类回来 他已经失去理智了 阿兰没什么要理会他 他说 你这样不满的话 可以走 我们没有逼过你留下 我没信息听你抱怨 突然指甸跳入湖中 抓住了阿兰 不要走 为什么你总是不肯 给我一个机会 他已经死了两年 你也是时候放下吧 不肯 你不肯 �를 帅人 by bwd6